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宽容的人往往都是有福之人。 话说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大学士名叫张英,一天张英收到家信, 说家人为了征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要他帮忙打赢这场官司。 张英月信后坦然一笑,回避,写了一封信,并附施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强,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征亲游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接近后,让出了三尺宅基地,邻居见了也主动相让,结果成了六尺巷。 这个话干戈为一博的故事流传至今。 由此可见,宽容与千功才是最有力的智慧。 二战期间,莱德勒少尉在美国海军炮艇塔图伊拉号上服役一天,炮艇停泊在了英国的威尔市。 当天,炮艇上举办了一个名校不看样品的拍卖会。 莱德勒少尉花了三十美元,拍了一个木箱,木箱密封得很好,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两箱威士忌。 他高兴极了,要知道,在风雨飘摇的船上,没有什么比喝一瓶威士忌来得更舒服了。 与其他人的想法也一样,很多人都想要一瓶威士忌,他们愿意预评出三十美元的价格。 但是莱德勒稍微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被调走了,他想用这一箱酒开一个离别前的酒会。 海明威是莱德勒的朋友,他嗜酒如命,当听说莱德勒这里有酒时,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告诉莱德勒,你要多少? 钱都行,卖给我六瓶吧。 莱德勒不好拒绝,他说,这样六瓶酒不要钱,但是你给我上六堂写作课,告诉我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 海明威爽快地答应了。 参舞堂课海明威教得仔细认真,海梅上第六节课时,海明威要去别的地方,就安排莱德勒在他去机场的路上,听第六节课。 海明威说,我说到做到。 第六堂课的内容是写他人的故事之前,自己要先成为一个好人。 莱德勒好奇地问海明威,做个好人和写作有什么关系呢? 海明威严肃地答道,做个好人对你的整个人生都是至关重要的。 临场飞机前,海明威对莱德勒说,我的朋友,你举行告别酒会的时候,记得提前尝一下酒的味道。 回去后,莱德勒打开自己的酒瓶,杯子里尝了一口,发现瓶子里根本不是酒,而是与酒的颜色一样的茶叶水。 莱德勒想起了海明威的承诺和做法,不禁为他的宽容感到无比的感动。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了林肯身上。 林肯和同僚到格拉寺友过节。 工作上,两人政治主张不同,生活中,两个人曾经追求过同一个女生,而那个女生最后成为了林肯的妻子。 1860年,两人一同竞选总统,到格拉斯以微弱的烈士败北。 林肯当选总统后,在白宫发表了就职演说,讲台下面人潮汹涌,克洛媒体也做好了准备。 他走到讲台,却发现讲台上面没有放桌子。 他手上的拐杖和帽子一时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 他瞥见旁边有个栅栏,就把拐杖倚在栅栏上,但是由栅栏过高,帽子放不上去。 戴着帽子在这种重要的场合演讲肯定不合适,这是对民众的不尊重。 正在这个时候,道格拉斯走了过来,天天贴过林肯手中的帽子,并一直捧在手上,直到林肯演说结束。 道格拉斯虽然说和林肯有恩怨,但是在重要的场合,他选择了宽容。 他的做法体现了自己良好的修养,赢得了林肯的信任,也得到了他人的赞美。 海明威和道格拉斯通过宽容,赢得了朋友的友谊,赢得了他人的认可。 一个不肯宽容,总是执着于仇恨的人,其实就是在用他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原谅他人是善待自己的最好的方法。 因为释放了自己,你才能活得自由幸福的心态。 所以,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往往是因为懂得宽容,他们把宽容的态度与行为做到极致,才会有更大的福气。 一、宽容是一种道,学会疏导自己情绪。 道家曾讲万法自然,自然而然,万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和发展的规则。 若是你强行地违逆,铭记仇恨,执着于过去。 未能够放眼于未来,便会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自身远离平和。 一味地隐藏自己的不满与愤怒,对个人长期来看并无好处。 曾经我有一个朋友,无论是什么时候都笑盈盈的,但是他的境遇并不好。 若旁人问他,他总是说没关系,过得很好,长期以来十分压抑。 其实,当你感觉不快乐,你便不应该告诉别人,说我很好。 相反,你应该学会向他人倾诉自己的不满,就如同你会与他人分享开心的事情一样。 我们需要明白,释放自己的情绪才让我们的身心健康。 比如,化解自己对他人的不满,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更会让自己有机会赢得。 和他人的理解,信任与尊重。 二宽容是理解,拒绝报复他人,而是接纳自己和他人。 子宫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 孔子说道,那大概就是数字吧。 数在现代文中大有原谅宽容的意思。 宽容是一种美德,是为人之道的基本准则。 宽容拒绝狭障碍。 如对于思想有缺陷的人,宽容的人会一视同仁,而狭隘的人会用有色眼镜对待。 宽容的人对待他人只有一个标准,而狭隘的人会不经意地使用双标看待他人。 宽容,拒绝小气。 对于他人的不违背原则的小错误,宽容的人会微笑呆之,不放在心上,而小气的人会怀恨在心,揪住别人的错误不放。 因此,宽容的人不狭隘,不小气,心胸豁达,深受他人喜爱。 宽 宽容的基础是理解,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 唯有深刻的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对他人产生了直接的敌意,并想到了对其产生报复时,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是如何产生的。 与许多习惯相同的是,期望报复的态度也会提前地显现出来。 而且,若这是一种来自于被压抑已久未曾化解的愤怒。 比如,你总是压抑自己的情感,但是你本身就不善于原谅的话,便很容易在日后的生活中对他人产生直接的敌意。 若你的敌意来自于压抑的家庭环境,未曾释怀的过去经历的话,你出现报复心理的几率便会极大,因为昨天的不甘心会变成今日的愤怒,而今日的愤怒会促成。 别人的报复压抑自己的愤怒,从本质上来说,也会让仇恨情绪大为增加。 若你不想成为生活敌视与仇恨的人,那么你便需要坦然地承认自己的种种不足。 你更需要理解与认识到每个人的不同,比如家庭环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是父母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支持与鼓励,比如我们要宽容他人的愤怒,我们就需要去理解背后他的人生经历,我们或许就会更好地认识他,也才能真正包容他。 三宽容是一种修行,学会适应一些小摩擦。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交际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在他人无意冒犯的情况下,也应该尝试着让自己学会宽容,让自己提高自制能力,宽容理解与误解。 所以,罪根,可能解决之道,其实是提高自己的修行。 修行并不是一味的包容,修行强调是让自己不卑不亢,情绪平衡。 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实现,假如他人故意挑衅,刻意伤害,也应该学会让自己明确地告诉对方,他的行为已经让你感觉到不是,他因懂得收敛。 有些人心里成熟度不高,在遇到了事情以后,极易受到情绪的控制。 一旦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便很容易失去自控能力,做出各种报复行为来。 这种报复其实就是内心我值得念头,情绪远远没有得到释放。 如果我们懂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他人的情绪,宽容他人,我们就会发现另一个美好世界,而一直沉沦在报复中的人生,也将毫无快乐可言。 所以,我们要记得远离报复心理,懂得发自内心地宽容别人,你,才有机会去体会美好的生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福气。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生活条件提高之后,各种各样的疾病出现在了生活当中,直接导致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养生。 尤其是进入中老年时期,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这样也可以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很多人表示多走路多运动可以让自己更加的长寿,特别是散步等活动,适合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闲来无事就可以运动。 那么多走路真的能够长寿吗? 一、经常走路可以长寿吗? 这边说的走路可以长寿,指的是有规律的走路,所以说如果你走路没有规律的话,能起的效果是比较少的。 有研究数据表明,如果经常有规律的走路,是可以锻炼身体的不同部位,能够让心情变得愉快。 如果你是有吸烟的人群,也会降低对吸烟的渴望,提高肺活量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是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让心脏一直都处于一个吸收新鲜血液的状态,这样对心脏的好处是有很多的。 并且走路的时候也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预防血管破裂的情况出现,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出现。 吃完饭之后间隔一小时散步,散步30分钟过程当中可以缓解身体的疲劳,提高你的睡眠质量,降低失眠多梦的症状。 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消化不良的情况出现,并且还能够把身体里面的脂肪通过热量的方式给燃烧掉,起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有研究表明,如果每天坚持走路的话,还是具有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的效果,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体基础代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加快体内毒素的排泄,同时提高了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一般的感冒等小疾病都不会找上门来。 二,怎么走路比较好? 一,选择合适的鞋子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选择一双舒服的鞋子,因为如果我们穿不合脚的鞋子,就会让脚受到挤压,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出现拖拉的情况。 而这两种情况的话,是会阻碍我们走路的性质,也会伤害到脚。 如果你想美,偏坚持走路的话,一定要选择一双走起路来非常舒适的鞋子,这样走路的好处才能全部都显现出来。 二,准备好水。 当我们准备要长时间的走路运动时,一定要在身边准备一瓶水,因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在长期走路的时候,就会消耗到身体的很多水分,这样就会让身体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 而这样,对身体健康危害是很大的。 所以,在走路的时候,和自己准备的水就能帮助我们补充体内所缺少的水分。 三,选择走路的位置。 如果要选择长期走路来运动的话,最好是选择走好一点的路,尽量避免在车来车往的地方。 因为这样的地方,其危险系数是非常大的。 走路时需要注意什么? 一,走路安排在饭后一个小时一般情况下,吃完饭人体当中大量的血液会流向肠胃,帮助食物消化。 如果饭后立刻运动,可能会让你的血液流向四肢,导致肠胃供血不足,影响整体消化。 所以走路的时间尽量安排在饭后一小时之后,主要是防止消化不良。 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体内多余的脂肪。 二,睡觉前两个小时不能散步吃完饭之后,间隔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去散步。 一定要注意时间不要太长,尽量在睡觉前两个小时回到家中。 散步太晚,晚上空气比较的浑浊,大量的灰尘进入人体之后,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 三,搭配适当的动作走路的时候,身体不要过度的僵硬。 很多老年人喜欢把两个手放到背后,更会影响身体的平衡,可以尝试把两个手臂放下来,这样有助于提高心脏的力量,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手臂摆动的幅度越大越好,这样能牵动全身各个部位,使得锻炼效果翻倍。 另外,也可以频繁地转动肩膀,能活的肌肉以及骨关节。 人到了五十岁,更应做好三件事,或比走路管用。 一,多饮水人体当中70%是水分,所以成年人每天要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 多喝水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尤其是早上醒来之后,可以先喝上一杯温开水。 老年人为什么要多喝水? 因为老人多喝水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而且好处还不只是一点点。 一,镇静作用,心情烦躁,情绪不稳食。 慢慢饮少量水,有一定的安神镇静之功效。 二,美容效果平时饮用足量的水,能使机体组织细胞水量充足,皮肤细嫩润滑而富有光泽,可以减少喝制或者皱纹。 三,润滑关节水是关节肌肉的润滑剂,对人体组织和器官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特别是可以减轻关节的摩擦,有利于活动。 四,防止白内障形成人眼内的液体含量比较高,在机体缺水时,会发生生化变化,引起眼睛状体蛋白变性,最终造成精状体浑浊而致视图下降。 五,强壮效果水的溶解力大,有较大的电离能力,可使体内水溶解性物质以溶解碳以及电解质离子态存在,有助于活跃人体内的化学反应,增加元气。 六,详之减肥实验发现,每日饮冷开水8-12杯,能使肥胖者每周减肥0.5公斤,因为冷水异为组织吸收,可以消耗热量,还能令血管收缩,减慢脂肪的吸收。 七,缓解便秘,每早起床畅饮加蛋盐冷开水一大杯,由于空腹和身体少活动,加盐水不易被胃以及小肠吸收,很快就会进入大肠,既能刺激肠胃的蠕动,又能将粪便稀释,有利于大便的排出。 八,止渴排痰,患有呼吸道疾病的老人,痰往往不易可出,除了颗粒不足以外,还与痰的稠度有关,痰过于粘稠,粘附在气管或者支气管壁上时,就不易可出,补充水分之后,将痰稀释,易于排出。 九,防止消化不良老年人体内,缺水则胃液、唾液、胆汁、胰液等消化液分泌不足。 这样不仅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同时还会妨碍食物养分的化解和吸收。 只有科学饮水,才能够健胃消食。 十,保护肾功能体液充足可以降低体内代谢产物的浓度,减少肾损害。 尤为重要的是,老年人若经常补水,可以避免尿中的钙浓度过高,最后可以预防肾结石。 二,调整好心态保证情绪稳定保持平和淡薄的心态。 这是人生的最佳境界,也是健康长寿的秘诀。 人们常说老小,老小意思是说老人心胸狭小,和小孩一样,动不动就生气,闹一闹,亦友不顺和儿女吵,与大妹闹,似乎觉得自己是长者老资格,你们应该孝敬我稍微。 又不顺心,就动肝火,其实大可不必,一切视为平常,你的心情就好了。 从医学上讲,老年人心态平和对健康也有好处,特别是50岁之后,一定要保持情绪稳定,这样才可以进一步预防一些疾病的出现。 情绪过度激动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导致血压上升,影响身体健康。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情绪状态低迷,自身的免疫力会不断地下降,之后就很难预防一些疾病的出现,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至关重要。 三,睡前坚持泡脚很多老人发现自己有静脉曲张的表现,这个时候一定要积极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在睡觉之前坚持泡脚,尤其是经过了一天的工作和学习,身体比较的疲劳,泡脚可以缓解身体的疲惫感。 同时,加速下肢血液流动,预防血管堵塞的问题。 人的双足具有运行气血,联络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功能。 每个人双脚上有六十余个穴位,均与全身器官有相应关系。 中医专家建议每晚睡前用43摄氏度的热水泡搅15分钟,然后保温30分钟,这样可以显著地改善。 睡眠状况。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一本书籍的长短不同,形态各异,厚薄不一,而内容又丰富多彩,各有特色。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长寿老人,百岁老人就是一本很特别的书籍。 他们用一百多年的时光,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精心书写了自己的一生。 他们不求内容多么轰动人间,却用平凡书写了厚重的人生。 如果我们用心去阅读他们,去误他们,这些百岁老人的人生处世哲学,也许会指导我们的人生之路,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生活得更加顺畅。 山东省日照士兰山区 居居丰镇官家湖村有一位很特别的百岁老人,这位长寿老人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比较大方,从不吝啬财物,其次是这位老人性格比较豁达,心胸开阔,不计较得失,能容人容世。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位老人在生活中比较率性,心态乐观,知足当下生活,感恩他人,遇事不纠结,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百岁老人的人生故事。 这位百岁老人是一位奶奶,生于1920年,今年102岁,名叫庄茂兰。 据老人的儿子王新华介绍,母亲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在街上六弯时不小心摔倒了,导致腿部受伤,无法自行走路,去医院检查。 说是腿部有一处骨折了,因为年龄大了,医生说不能做手术,建议保守治疗,如果骨折触疼得厉害了,吃点止痛药就行了。 从那次摔伤后,老人就一直躺在床上养伤,经过几个月的自然愈合,现在老人腿部不疼了,扶着椅子自己也能站起来了。 王新华是百岁老人张茂兰的小儿子,今年六十五岁了。 他说老人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得了心肌梗塞突发疾病离世,到现在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了。 他儿子今年七十七岁,在家务农海好。 老三的是闺女,今年六十八岁了,如今在上海生活,给儿女家看孩子,前段时间还把百岁母亲借到了上海住了一段时间。 排行老四的就是王新华了,他今年六十五岁。 庄茂兰奶奶如今已是五十同堂,六十八岁的闺女已经有重孙子了。 老人有四个孙子,两个孙女,四个重孙子,两个重孙女。 据王新华介绍,哥哥妹妹都很孝顺老人,轮流照顾着母亲的生活起居,没有一个怠慢的。 老人的孙子孙女虽然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但是也非常孝敬老人。 经常带着孩子来看望老人,每次来都会带着很多好吃的,有牛奶,蛋糕,饼干,桃酥,还有苹果,香蕉,葡萄,火龙果等各种点心和水果。 全家男女老少和睦相处,孝心满满,幸福快乐。 一、能吃能喝胃口好张茂兰奶奶的儿子王新华介绍说,母亲能吃能喝,胃口好,这在他看来是母亲长寿的原因之一。 在饮食方面,王新华说母亲没有特别之处,如果非要说有特别的地方的话,那就是能吃。 饭量很大,一顿饭能吃两个馒头,还得加上一大碗菜。 据王新华介绍,母亲在饮食上面虽然什么都吃,但是偏爱吃甜味,白糖、红糖、冰糖、糖块天天离不了。 在没有摔伤之前,他自己还能走路的时候,没事就到村里的超市买糖吃,衣服兜里天天揣着糖块,见人就分糖块吃。 说到老人喜欢吃糖,王新华又说出了老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早餐吃得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 据王新华介绍,老人吃早餐一般就是用开水冲鸡蛋花,加上两大汤匙白糖,再泡上三四个桃酥。 这种早餐习惯吃了有三四十年了,很少换。 这花样吃早饭。 王新华说,父亲九十三岁去世,在活着的时候,老两口也是天天这样吃,而且两人都喜欢吃糖,一斤白糖用不了一周就吃完了。 冰糖、红糖、糖块从来不断档。 除了喜欢吃糖,张茂兰奶奶还喜欢喝茶、喝酒、抽烟。 烟、酒、糖、茶也是奶奶老伴儿的最爱。 老两口曾经每天都得炒两个菜,喝上两杯酒,酒也是普通的白酒,并不是什么高档白酒。 吃完饭,老两口会点上袋烟,边抽烟边喝茶。 而且老人抽的烟并不是什么高档烟,就是农村大吉上卖的普通老汉烟。 喝的茶也不是高档茶叶,就是日照绿茶最普通的那种。 在更早的时候,没有日照绿茶,老人曾喝过茉莉花茶和珠兰花茶。 烟、酒、糖、茶这四个爱好伴随了老两口一辈子。 庄茂兰奶奶在家里排行老大,有一个弟弟活到了八十多岁时去世。 黄新华说,舅舅也爱喝酒,天天离不开酒,喝了一辈子酒也没有什么大毛病,没有的时候快九十岁了。 如今母亲仍然喜欢喝茶、抽烟、喝酒、吃糖,但是为了老人的健康考虑,他们把老人抽烟喝酒的爱好给控制住了,一般不会让他继续了,只让他吃糖、喝茶。 老人在外出逛街六湾的时候,仍然会偷偷抽烟,这就没办法控制了。 酒有时也多少让他喝一点,比如逢年过节过生日的时候, 虽然一辈子抽烟喝酒,喜欢吃糖,但是老人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没有三高症状。 二、处事大气不济。 头 王新华说,我小的时候,奶奶和他分家,当时奶奶身体不大好,怕以后干不了活,没有粮食吃,分家的时候就把粮食藏起来了,没分给他。 但是奶奶分给了其他两个媳妇家,她知道后也没生气,根本就不在乎。 后来母亲做了好饭,包了饺子的时候,就让她去叫奶奶吃饭。 奶奶心里有愧,感觉对不住这个儿媳妇儿,就不想去。 但是母亲却坚持让她去请奶奶到家里吃饭,让奶奶非常感动,一辈子就说这个儿媳妇好。 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更让人感动的事。 王新华说,奶奶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没能力干活做饭了,其他的儿媳妇不怎么孝顺。 但是母亲却不计前嫌,没有去计较之前奶奶粮食分配不公的小事,而是一把接过了死。 奶奶的任务,给奶奶做饭,送饭,伺候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为奶奶养老送中。 赵茂莱奶奶为人大度宽容,不斤斤计较,孝敬老人的传统影响了她的孩子,儿女,孙辈们也都非常孝顺她。 曾经,王新华对于母亲这样的宽容和大度不理解,就问母亲,为什么奶奶对你不好,你却对奶奶那么好,还为奶奶养老送中? 母亲和她说,不就是几条粮食吗? 不吃那点粮食咱也饿不着。 你奶奶年纪大了,可能有点糊涂,咱是小辈,不能和长辈计较,咱多干点活,不就是有粮食吃了吗? 后来,王新华的奶奶对于曾经的小气和糊涂后悔不已,看到儿媳妇这样的通情达理,一直感动得不已,婆媳相处,从此更加和睦。 王新华介绍,前两年,母亲的银行卡,也就是存着养老钱的保障卡,都是她自己保管,里面的钱只要一发下来,她就取出来花了。 钱都干什么花了呢? 买烟买糖了。 赵茂兰奶奶在村里是个很大方的人,她用养老钱买了烟卷,分给了村里老人,邻居,是一盒盒的分,不是一根根的分。 她的衣服,兜里糖块一直不断,见了老人和小孩,她就拿出糖块,分给别人吃。 闺女看到她这样不过日子,就在两年前把她的银行卡给没收了,保管起来了,平时只给她很少的零花钱。 王新华介绍说,母亲非常知足,现在的生活,常说现在吃得好,穿得好,还说现在社会好。 以前她小时候吃不饱饭,都差点饿死了,现在年纪大了,上级还发给她养老钱,这些钱她花不着,所以就得拿出来分给大家伙。 她对人家的好自己忘记了,人家对她的好却记得很清楚。 百岁奶奶赵茂兰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她平生不计较得失,感恩社会,宽容大度,做人大气。 这样的人不长寿,那什么样的人能长寿呢?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克劳迪说,自然借给了每一个人幸福的机会,人们都知道,却不知如何得到它。 诚然,在我们的一生中,会出现很多种人生的模式,有的模式让人生看似繁华,却是在浪费自己的精力,增加自己的生命负担,与幸福渐行渐远。 有的模式让人生看似平淡,却是把精力归于一处,全心看着脚下的路,最终拥抱幸福。 智者自知,真正厉害的人明白自己的内心,懂得命运的轻重,会把自己调成节能模式,让生命轻装前行。 一节能交友精健朋友圈哲学家卡西尔,说没有朋友的人,只能是半个人。 一个好的朋友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来自友谊的包容和温暖,让我们的身心感到愉悦,甚至还会有高山流水般的共鸣。 这样的情感是我们终其一生所渴望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如此。 有的人通行路中,人数众多,却无一人能够倾听夜半的苦闷,有的人应酬活动日日不断,却无一人能够为其雪中送坛。 就如电视剧《幸福二重奏》中的顾小南,她的身边有一群好朋友,不管是一起喝下午茶,还是朋友圈点赞,他们都会热情,一旦却不想在那些朋友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冤大头。 顾小南请客,大家表面上一片恭敬,私下却另见一个群吐槽顾小南,是在他们面前显摆。 有一次,顾小南想,悄悄去医院做书。 卵管手术,便告诉其中一个朋友,希望他可以陪自己去医院。 结果,这位所谓朋友在一片的安慰声中刚挂断电话,便把这个隐秘的事情当作八卦发到群里。 姐妹们,告诉你们一个大八卦,顾小南生不出孩子,明天要去做手术。 也许是太兴奋,这条消息发错了群。 看到消息的顾小南这才明白,所谓朋友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散文加培根曾说,不是真正的朋友,再重的礼品也敲不开心扉。 朋友从来不再多,而在于今。 选择一个在你成功时不嫉妒,在你悲伤时不踩踏的朋友,远胜于一群戴着友谊假面具的人。 真正厉害的人不会在意朋友的维度有多大有多广。 他们早已在朋友圈里按下节能键,与其把时间花在无用的社交中,不如精简朋友圈。 在质量上,做家法,拥有真正的朋友。 二,节能婚姻保持好距离。 常言道,距离产生美,这句话存在的原因正是因为人和人相处久了之后就会腻的。 而距离足够两个人保持一定的吸引力,并且延长感情的保鲜期。 夫妻之间结婚之后,每天生活在一起,时间久了激情退却,连牵手都毫无感觉。 虽说相濡以沫的婚姻让人羡慕,但是夫妻之间过度依赖,矛盾只会越来越多。 毕竟夫妻虽是一体,但也是相互独立的个体。 我觉得夫妻间保持距离才是恰到好处的婚姻,肥而不腻的爱情才是小桥流水的幸福。 盈盈和老公结婚三年,两个人本来打算今年要孩子,却不停地发生矛盾。 最严重的一次,盈盈在娘家待了一个多月,才被老公接回自己家在。 平盈眼里,自己对这段婚姻是尽心尽力,能复出的都复出了。 而老公明显不知道珍惜,自己每周只放一天假,做完家务之后就会觉得疲惫。 而老公偶尔会和朋友出去喝酒,一点都不知道体谅她。 上次吵架的原因是盈盈想去逛街,希望老公陪自己的时候,老公竟然让她自己去。 一时气愤的盈盈觉得老公变了心,于是大吵一架。 盈盈说老公觉得自己太粘人,结婚之后一点个人空间都没有,都规定了每个月的生活费,还一直在疑神疑鬼。 盈盈问我,自己明明只是为了婚姻能够更好一点,为什么在老公眼里自己就那么过分? 在我看来,婚姻中很多的矛盾都是小分歧造成的,正是因为分歧不大,才总被两个人忽略。 而产生分歧的原因多半是没有掌握好距离感。 好必盈盈地按。 例,虽说自己确实牺牲很多,比如说每周的休息日,还有平时的精神力,但是这种牺牲很多时候毫无意义。 想幸福没错,但是幸福的前提是要掌握好如何才能幸福。 我觉得夫妻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才是恰到好处的。 婚姻既能够减少分歧的产生,又足够让两个人新鲜感不被耗尽。 演员刘若英的婚姻便保持着一个恰当的距离。 浴池之外,一仗之内适当,天堂适度加水。 他们感情融洽,可以依偎在沙发上,一个说一个听,表达爱意,也可以同去一个机场,一个去北京,一个去上海,各自忙碌。 就算在情人节,刘若英也会打电话给工作中的老公,告诉他不用相陪,自己已经约了女朋友过节。 就如刘若英所说,幸福不可以依赖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即便你结婚了,有一个。 更屡,你也不能把你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因为人应该是你很快乐,和另外一个人一起也很快乐。 好的婚姻便是如此,带着半堂主义,一半爱给予对方,一半爱留给自己。 在亲密和距离之间选择一个恰当的位置,既有爱意的流动,又有独立的空间。 因为距离太近,爱太浓,总会忍不住充满期望,不断要求对方,让自己失望,让对方负累,距离太远,爱太淡,又会忍不住挑剔对方,充满不信任,让对方心灰,让自己易老。 如此内耗,最终会消耗掉精力和意志,消耗掉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真正聪明的人早就把婚姻调节成为节能模式,生活乏味时,在婚姻中加点儿堂,爱意浓烈时,在婚姻中加点水,不过分期待,不过多要求,保持在半堂状态。 能够互相赋能,互相温暖,也能够互相尊重,互相独立,这样的婚姻更能长久。 三,节能做事,放下浮躁心时间,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一至二十四小时,不偏不倚。 然而,不同的做事方法,却让人在相同的时间里,拥有不同的成果。 有人做事浅尝折止,遇到困难,就转头折山,望着那山高。 有人做事切而不舍,遇到问题,追根究底,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久而久之,前者刨出了无数个小坑,后者却挖出了深井,获得甘甜的水。 古往今来,诸多成功者,便如后者,认准方向后,即放下了浮躁心,用极简的态度做事,看似愚笨,却因为集中而节约了精力,把事情做到极致。 就如思想家艾莫生说,力量的秘密在于专注。 有一位极有绘画天赋的年轻人,自十三岁起便拿起了画。 但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所以他画肖像画,宗教绘画,甚至还做过室内设计。 因为不专注,他的精力被分散在不同的领域之中,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 直到他在巴黎遇到著名的植物绘画老师,才找到了心中所喜,开始专注于画画绘。 于是,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他被著名哲学家卢梭的书籍《植物学》《通信绘制插画》,他被法国皇室任命为宫廷专制画师。 他还被法国皇后约瑟芬邀请去玫瑰园,为玫瑰画画。 这一画便是二十年,一百六十九种不同品种玫瑰的融资集成,被世人称为是玫瑰圣经的经典之作。 玫瑰图谱风靡世界。 他便是著名的法国画家杜雷德。 坚持一条路走到底,这便是最节能的做事方法。 因为只走一条路,所以一直都在前进。 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找到对的事情,并用一生去坚持,因为集中力量才能节能,才能够滴水石穿,才能够攀上高峰。 人活一世,真正的泪从来不是深泪,而是心泪。 不如把自己调节成为节能模式,把精力放在恰当的地方节能交友。 朋友在京不再多,真心一人胜过人间无数节能婚姻,保持恰当的距离,半堂主意向独立的温暖节能做事,一生攀爬一座山,不服不造。 得生命小确幸,人生若寂,世界婆娑,愿余生我们都能远离内耗,让生命进入节能末世。 所得皆所欺,所失亦无碍。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在云上里有一段话,难关悲喜,有觉悟的心。 获得与失去都是很好,不能关照,执迷于外向,得到和失去都是不幸。 行走世间,幸福就是我们寻寻觅觅的归宿。 然而,真正的幸福无关环境好坏,无关外界评价,也无关成败得失,只关乎自己的心境。 那些抓住幸福的人,大多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向上生长的力量。 而那些不幸福的人,往往都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太过敏感,自寻烦恼。 朋友小琪平时喜欢胡思乱想,跟同事打招呼。 对方态度冷淡,他就是担心是不是自己哪里得罪了别人,老板叫他去办公室谈话,他就是害怕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同事们凑在一起聊天,他进门时大家刚好散开,他就怀疑他们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 久而久之,他在猜疑中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工作状态也越来越差。 敏感的人往往想的太多,过分在意别人的态度,患得患失地丢掉了自我。 然而,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何必跑到别人的人生里做配角呢? 就像于敏洪所说,很多人失去了快乐,是因为他们太敏感了。 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是自己生气一个月,这是非常无聊的。 于敏洪刚到北大时,发现身边的同学在学习、文艺和人际交往方面都比自己优秀。 他感到十分自卑,内心也变得特别敏感。 他想参加学生会竞选,但他害怕别人在背后。 嘲讽。 他迟迟不敢报名。 他想跟喜欢的女孩表白,但他担心对方讨厌自己,始终没有行动。 他时刻揣摩别人的言行,不断怀疑自己。 到大三时不堪重负,精神和身体同时崩溃,生病住进了医院。 养病期间,他意识到过去自寻烦恼的愚蠢,决心不能再这样脆弱。 他尝试厚着脸皮去马路上贴广告,为创业死皮赖脸的四处求人,鼓起勇气在公众场合演讲。 自从摆脱了他人的目光,他的内心逐渐变得坚韧,生活也简单了许多。 明星曾经说过,如果你的心简单,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简单。 在敏感的人心中,一句话都能引发轩然大波,一个眼神都能化作狂风骤雨。 然而,那些情绪无异于作茧自负,他人无法感同身受,自己也难以获得解脱。 人生终究是自己的。 少非经历。 来揣测别人多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就是通往幸福的捷径。 二、不懂拒绝活得太累一缠小和尚说过,世上活得最累的人就是不懂得拒绝的人。 诚然,生活中有很多人太过在意外界评价,格外害怕伤害别人,始终学不会拒绝。 实际上,不懂得拒绝既委屈了自己,也讨不好对方,反而会让自己活得越来越累。 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钟白领身海精就是这样的人。 他只是一名营业助理,却从不拒绝老板不合理的工作安排,身兼多个职位,忙得不可开交。 他每天来得最早,同事们便要他帮忙整理文件,打印资料,冲泡咖啡,外出买工作餐。 同事还常以看不懂老板的批注,没有你做得好为借口,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工作丢给他。 新来的员工,把事情搞砸了,也会把责任甩到他身上。 他只能想尽,办法来善后。 因为害怕被别人说三道四,厌恶排挤,他不敢说出不子,活得筋疲力尽。 太宰之说,我的不幸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 其实好的关系不会因为你的合理拒绝而破碎,反而会更加长久。 作家刘童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一个朋友买车时发现钱不够,跑来找他借钱,以前无论是有人来找他借钱还是借东西,他都会一口答应下来。 但是每次借出去以后,对方要么迟迟不还,要么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没借过,因此他不想再和熟人产生金钱关系,便当场拒绝了这位朋友。 朋友了解原因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表示理解,两人相处得更加坦然舒适,没有底线,有求必应,得到的只有变本加厉的索取,坚守原则,敢于拒绝,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做人有锋芒,处事有态度,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和无意义的消耗,方能离幸福越来越近。 三,习惯抱怨是重灾难。 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提出一个自证预言效应,人们的自我暗示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事件结果产生影响,最初设下的议员会逐渐成为事实。 所以,不论处于何种境地,一味抱怨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谋求改变才能让问题迎刃而解。 曾经有一位叫塞尔玛的女子,被丈夫驻扎在沙漠陆军基地里,当时环境恶劣,气候炎热,丈夫每天外出演习,留她一人待在营地,而她又与当地人语言不通,无人交流,倍感孤独寂寞。 于是,她不停抱怨身边的环境太差,责怪丈夫的忙碌,甚至是讨厌当地的一切,日子越来越难熬,她就写信向父母倾诉,心中的苦闷。 可是,父亲的回信只有三行字,两个人从牢房的铁窗望出去,一个人看到了泥土,一个人看到了星星。 父亲的话令她豁然开朗,她决定主动做出改变。 她开始学习语言,试着和当地人交朋友,收获了热情的回应和珍贵的友谊。 她研究各种沙漠动植物,欣赏沙漠的日出日落,发现很多引人入胜的事物。 这些前所未有的体验,让她开启了人生中一扇崭新的大门。 两年后,她依据沙漠的建文,写下一本快乐的城堡,顺利出版成为畅销书。 她的经历让我想起西班牙的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 你对生活给予抱怨,生活也只能回忆失望。 相反,你对生活满怀热情,生活便能抱以希望。 习惯抱怨的人,把生活变成了枯燥乏味的牢笼。 学会不。 抱怨。 世间万物都有缝隙,那是无法填补的缺口,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转换心境,停止抱怨,才能活得自已盎然,找到真正的快乐。 四,凡事计较,消耗自我。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曾是一个喜欢计较的人,他从不放过超市的打折活动,去餐厅吃饭时也要比较餐厅纸的数量多少。 他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生怕自己吃亏。 但是,这种计较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时常让他陷入焦虑,导致疾病缠身。 人到中年,他终于醒悟过来,通过研究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太爱计较的人大都活得不太幸福。 的确,世间诸多痛苦,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源自自己不肯放下的执念。 真正聪明的人从不把精力消耗在已经发生的错误和无法挽回的事情上。 胡适先生通透豁达,遇事,只从不斤斤计较。 有人因学术见解不同,多次对他进行言语攻击,他没有针锋相对,而是一笑置之。 新生误以为他是校工,叫他去帮忙提行李,他没有反驳对方,而是笑着把行李送到宿舍楼。 一位学生在课堂上与他争执,出言不逊,他没有勃然大怒,而是云淡风轻地继续上课,事后也没有惩罚学生。 他从不计较恩怨得失,更不会把烂人烂事放在心上,用宽厚心待人,用豁达心处事,收获了他人尊重,也保持了生活的安宁。 作家林清玄说过,当我们活在当下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 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内心世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惦记多了,难免疲累,计较多了,反而迷茫,学会不计较,不求小事不惨了。 但人清空所有的不愉快,心灵方有余地盛开鲜花。 千语千寻中有句台词,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只能拼命追逐,专注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原则,积极面对生活,获达处理事事,人生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这份力量可以让我们勇往直前,踢经斩棘,找到一片美好的福田。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木秀鱼林,封闭催枝,我们都不想太张扬,避免被人嫉妒,被人按照使坏,导致利益受损。 因此我们学会了默默无闻做自己,很多事情也就是忍一忍就过去了。 做人学会放下没有错,但有些事情你总是低头不语,结果被人一次次伤害,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 人争一口气,佛寿一炷香,做人不要在这三件事上低头,会被人看扁。 一关于自己的利益,要积极争取,别总是低头。 小林是我的初中同学,前年开了一家修理店维修小汽车,生意还不错。 也许是有人眼红小林的生意,去年冬天在和小林不远的地方也开了一家修理店,从此两家开始抢生意。 小林因为技术好,为人不错,总是能够多赚一些钱,另一家修理店总是在顾客面前说三道四,小林也没有理会。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小林的生意一下子就冷清了,一些老顾客也跑到另一家修理店去了。 小林就纳闷了,好端端的,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后来打听了一下,原来对方制造了小林有传染病的假消息,导致别人都担心被传染,就不得不敬而远之。 这年头的什么都别得病。 小林很沮丧,打算把修理店关门算了。 这时候,小林的爷爷,他走亲戚听说了这件事,就对小林说什么都忍气吞声,会被别人看不起的。 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要争。 通过两个月的收集证据,小林把对方告上了法庭,也告赢了,虽然赔偿不是很多,但让对方知难而退,悄悄搬走了。 人就是这样,一忍再忍,就无需再忍了。 人的退让是要有度的,总要为自己划一条底线,谁都不能触碰二。 人穷的时候,别人看不起你,你别一辈子低头。 人穷要有骨气,当然人穷还要有学会低头。 你穷的时候,没有了实力与别人抗衡,你学会了手弱是一件好事,但是你不能一辈子弱小,而是默默无闻地变强。 聪明的人把别人对自己的嘲笑和辱骂变成了一股动力,鞭策自己。 就像韩信受到了胯下之辱之后,没有歧视报复,别人,而是用成绩来回敬别人,让别人输得心服口服。 朋友奇力在一家小企业上班,工资还可以,但是他觉得和自己的理想相距甚远,就辞职了自己去创业。 他先后投资,做了男货店,美容店,还创办过一家绘图公司,但都失败了。 因此他身边的很多人都笑话他好端端的工作,不要自讨苦吃,甚至家里人都不理解,骂他卖家子,父母决定不再拿一点钱给他,让他自生自灭。 奇力一度陷入了苦恼之中,他去了南方打工,但是创业的梦想一直在心中。 打工两年后,拿出自己的积蓄,开了一家礼品店,主要为年轻人恋爱量身定做礼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慢慢就做起来了。 虽然还没有做大做强,但奇力在朋友小聚的时候,信心满满地说,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终有一天会仰视我。 我相信奇力会成功,因为他的梦想从来都没有被。 现实磨灭,他在低头苦干,用今天的低头换来明天的抬头。 做人,做人哪能一辈子低头? 人穷了不过去要饭,奋斗不止,还是能成为上等人。 三,被人诬赖的时候,别低头认错,而是以理俱争。 有人诋毁你,让你背黑锅,别低头认错,不要总是低头流眼泪,你要学会争执,有的黑锅背上了,就毁掉了一生。 俗话说人言可畏,你被人扣上了一顶不光彩的帽子,就成为了别人指指点点的对象,想起来都几倍发凉。 我的四爷爷二十多岁的时候,是一个走南闯北的货郎,每天挑着担子到周边乡镇去叫卖。 有一次他过一个村子的时候,结果村里有人刚刚丢失了一个戒指,就诬赖是四爷爷偷的,就因为四爷爷的刚刚在他家门口停了下来,卖了东西。 四爷爷被村里人质问,如果不叫出戒指,就别。 想出村,百口莫辩啊。 四爷爷和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很无奈,但是四爷爷没有低头。 后来,四爷爷被扭送到乡政府,也没有低头,因为四爷爷没有认错,担子也被砸了,幸运的是扔回家了。 两个星期后,那个丢戒指的人找到四爷爷,说戒指被家里的孩子藏起来了,不是被偷了。 事情得到了澄清。 本来这时候,四爷爷就应该要别人赔偿担子,但四爷爷这时候没有这么做,而是和别人和解了。 相对于名誉,损失了一点点经济利益算不得什么。 四爷爷的话意味深长,一个人的名誉比金子还贵,千万不能被黑锅,否则一辈子都被人看扁。 做人,忍一时之气就能换来风停浪静,但要看上,但要看什么事情? 过分地忍让,就会活得卑微,一辈子都难以抬头做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聆听,期待你的留言和分享。 来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